我本来以为我来的够早了 没想到我今天还是要来排个队 看你这边都已经快卖完了 来海边凝固 请看你有什么给我来什么吧 能吃到就好 到后边都没有了 前面那个人搞多少串 一百八十串 太抢手了你这个烫串 还能够退休去找拿着 去压着拎他 从白天排到晚上 这个东西叫烫串 阿姨涂的酱是真的多 千张 涂得特别烂了 他加了醋 一些些酸 加了香菜 还有他自己做的蜜汁酱料 涂得很厚 他这样不厚也不咸 有一点点像那种黄豆酱那种味道 练糕 好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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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豆腐泡 豆腐泡里面包汁了 直到现在我觉得豆腐泡最好吃 因为它里面有汁水嘛 他们家每个串都是一块钱 而且只有素串 嗯脆 哇这小丁菜的菜根特别脆 这些烫的就食材本身的味道保持的很好 而且很有水分 但是肯定也没有到惊艳的程度 排两个小时 我个人觉得是不太值得的 可能啊 这个烫串是合肥小伙伴从小吃到大的情怀 这个我能理解 就像我前面那个人买了180串 就这个点嘛 你看看还有很多小伙伴还在吃着呢 就论我个人的口味口感 我打三星吧 以上观点代表四个本人